第二場演講 我們就直接把時間交給思敏 我們等一下慢慢討論 因為題目可能都會有一點點變動 反正我們重點是在對話 來 歡迎思敏 感謝大家 今天分享了研究 感謝伊芙 因為他講得非常好的一個開發點 給我一個結尾 就要有一半歷史一半儀式上的看法 這個我們可以給前面關掉嗎 因為我有比較多照片圖案之類的 大家好 因為這樣就是 可能從我的背景 學士博爾跟丁和聲 我看台灣這些宗教環境 我習慣看為一個系統 然後就說 然後我覺得這個能夠代表台灣宗教的系統 然後我們有基同 然後如果有基同應該有法子 然後後面我們有一個道坦 其實就是在屏東 可是這個真的 代表 這個系統的部分 然後為什麼要強調這個系統 是因為 一個系統裡面的部分 每一個部分都會影響到彼此 然後如果我們要了解 比如說基同好了 其實我們也要了解法師怎麼樣 我們才可以懂基同如何 然後法師也是 我們不能把法師完全分開出來 然後了解他的傳統 跟他的意識上的功能跟角色 甚至於這些道士 他們也沒有在一個真空中存在 他們也跟這些其他的民間宗教 跟法的傳統 也有密切的關係 就是在歷史上跟地方社會儀式的市場 還是這個環境來講 都有不可分開的關係 所以今天要講法 其實我看法 為一個運動 作為一個movement 因為我覺得在歷史上 不是一個東西 其實是一個蠻廣泛的 可是還很有一致性的一個運動 然後是怎樣呢 我覺得如果我們用這些關鍵詞 就是道教還是法 最好我們先有一個定律 所以我們講的話是夠清楚 所以我講法 我就是這樣 在第十世紀出現的法師還是法官 為新型儀式專家所施行的 官方的 還有一致性的一致傳統 可是怎麼樣的傳統 是面向支配這地方神明 不是民間宗教 然後叫民間宗教 所以我比較習慣說 common religion 那為什麼 因為我要強調 這種 地方是神明 地方是祭祀 就是所有整個社會 每一個階級都一起在拜 並不限於什麼 小拼命 也包括那個 會議主也在拜 所以我常常會說 民間共同宗教 民間宗教這樣子 所以這是法很大的特色 就是 面向這些地方神明 成神人 跟地方的神情為主 OK 然後我們也知道 是一個驅邪的傳統 因為要處理這些環境裡面的 基本上是亡魂 我們等一下會看 就是從道教最早歷史 到現在最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這些亡魂 亡魂是所有這些問題的來源 所以這個驅邪的問題要處理這些造型 道教叫做鬼 然後也是比較武 因為是通過武的象徵跟比喻來控制這些鬼 這些鬼賊 這些地方的生命 是用武的象徵跟比喻 然後 因為是一種在道教跟民間宗教之間的一個終結 這是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特色跟功能 所以我們可以多討論 因為如果這些地方神明 大部分是成神的人 從從道教最早期道教的看法來講 可以說早期道教的看法來講 他們這些地方的生命都是鬼 可是道教這些高神最重要的特色是 就是他們這些神明是無生無死 所以我覺得我們在中間需要一個中介 可以調和這些 我說無處死會之高神 跟地方神明 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OK 好 法是怎樣 我畫一個圖 經典是你們做古典 classical Taoism 這些比較高神 很先天 這些神容易多討論 然後有這些地方神明的祭祀 Local cult 所以我覺得這個法 其實是真的比較代表來自於這一層面的東西 然後是面向這裡 可是也有一點窮點 然後我們可以多解釋 就是這麼回事 OK 所以這個法的運動 其實我覺得可以說有兩個半球 我是這樣說的 一個我 然後這個也可以啊 一個我說是比較道教化的 然後這個包括天津正法 跟玉堂大法 神教法 他們都會明顯說這是一個法 然後我們可以看人心 只是一個友誼 就是裡面比較道教化的 可是也有 我說一個比較民間密宗的半球 裡面的象徵 有比較多 比較直接的民間跟密宗的神明 然後我覺得這個道教化的層面 然後我覺得這個道教化的層面 就是半球裡面 這些密宗的象徵是被道教化的 就是道教要出他自己的一個名牌的法 所以還有非常多密宗跟民間的東西 可是是被道教化的 因為這樣可以符合道教比較大型的一個目的 就是做一個很大的 就是跟道教最上面這個神聖官僚 到地方神明可以統一為一個道教的 有統一性的運動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 其實 治療有很大的 的重疊 還是 我們不能分開太分明 可是 如果我們看 資料 也會發現有很多真的比較高教化 有這些密宗的神明族 比較突出的 OK 那我們講法的跟道的角色跟功能 OK 我畫了廟祭祀一個Temple code 一個圖 我覺得差不多這樣 廟最重要的東西 這是廟門在這裡 然後是主神 香爐 然後我們有中壇元帥 在幾乎 在台灣跟我覺得明南沿海 幾乎每一間廟最中間都拜中壇元帥 OK 然後有一個提供樓 然後有一個廟境 那個廟境 如果廟比較大 是大廟會有這些外影 OK 那這些外影 在明南沿海系統 南部 這些外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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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壇元帥也是 而且很多廟 尤其寶聖大帝 門城是三十六關教 然後裡面也有很多這些神 神格化的宋朝密宗 所以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看廟 民間廟的祭祀裡面 其實有非常多法的象徵 已經變成了廟 這個Temple Cult的一部分 不是加上有出事情 人生病 還是要消災 不是 這個法已經 就是因為 要管這些民間神明的事情為止 這個很久已經變成了 從壇上的神明 裡面還有內營 可能很多地方也有拜 沙特拉官場在外地 然後 所以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尤其從 差不多明中以來 可能就更早開始 因為這些法的專長 是管理這些民間神明的事情 我們可以看出 已經變成了廟祭祀裡面的一部分 而不是什麼加上的 偶爾有需要的東西 所以如果我們講廟禁裡面 我覺得法還是最有影響力 還是最常出現的儀式傳統 當然跟道士有重疊 可是我覺得 總之法的重要性高於道士 如果我們講就是一間廟的廟禁裡面 可是道教在做什麼 人拜 我們在明蘭系統 我不知道這個習俗的範圍多大 可是人拜來的時候 要先向外拜提供 然後有一個提供 這麼深的一個習俗 輪到一個天壇 太陽的天壇 他們以前有一個牌子說 就是提供標 你們用外套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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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提供標 可是人還是向外面拜 因為這是那麼深的一個印象 因為你要先拜這些更高一層面的神 這是這個代表 這是什麼 如果我們有很多廟 整個社會的廟 很多廟禁提供了 然後這是提供標 可是其實你看是怎樣 這個提供標到底是什麼 是一個道坛的圖像 基本上是一個道坛 然後這個天公爐 也是一種終界 就是把這些地方神明 跟他們的廟跟廟禁 然後跟這個比較高級的象徵 黏在一起 OK 我們等一下 我會看這個道坛的象徵跟法 等等都有什麼關係 可是如果我們先看這樣子 OK 如果真的有做教 然後我做教不是一天的 我是說多天的 如果就是一天的 常常是有一間廟 會搬那個 可是如果是超過一天 通常這個必須要有很多廟禁 在一起去搬的 然後他們是這麼組織 這是看地方 可是施伯爾要強調一個重點 這個道教開始變成 這個道教開始變成 地方宗教上面的一部分的時候 這個就刺激了這些地方廟裡發展 更新的一些組織 他們就是為了舉辦這個教 道教就變成一個原因 為什麼就是地方廟要多合作 多組織為一個地方的脈絡 然後我覺得無論是南部 還是在大陸很多地方 如果有什麼比較大型的教 我們這是一間廟做的 應該是整個村窩還是什麼地方合作 OK 所以這個教壇呢 也代表高級道教神明 然後跟民間聲明的接觸 在這個三屆台 然後這是一個對比 你要記得從這個三屆到這裡 是一個怎麼說 一個對立的關係 到這個三屆台 OK 所以我們講這個法 這個概念法在哪 我法 就是在教壇裡面這些元帥 跟這些組織 在這裡 就是說具體來講 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情況 就是道教跟地方宗教 身為一個共生體系 中間立法的象徵 就是在他們有接觸的這個空間 所以這些元帥 都是唐末五代宋 這個區寫道教發展歷史 所產生的新型生命 等一下我們會講他們的歷史跟遊玩 所以我這個是比較重要的一個框架 我們要看道跟法跟這些地方 神明是這麼組織為一個系統 然後這個系統每次的人拜拜 他們向外面 他們拜那個天公 我們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清楚的概念 他們在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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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代表這些地方的生命 也是組織在一個道教化的系統裡面的 好多講法的一些特色 我已經說這個五 就是士博爾的說法 military metaphor 這是很好用 這是五的比喻跟象徵為清楚 所以我們會常常看到 第二個東西 今天我要多解釋 一個概念我叫做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我的意思是 變成還是變成 這個技術在五代宋教新型 就是區寫道教才出現 更早的道教當然有很多 你可以想出觀 就是你身體裡面的這些神明 你受制的時候 道士的身體裡面就有很多神明 然後臟裡面有神明 可是從第十世紀以後 就有新的一個東西 就是法官會變成 然後變成一尊神明 我們是分成很多不同的武藏 然後是一個一對一的一個場面 這是新的 然後是跟法有這些關係 然後我叫做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因為這是跟基統 怎麼變成神不一樣 有一些關係我問他 可是完全不一樣 怎麼說呢 真的是從那個儀式 那個科語裡面有一些技術 然後可能科語裡面有一些內容 道士還是法官會講 會用第一人人常識 做 反正等一下我會看一些例子 可是他這麼變成一尊神明 就是限於那個儀式的內容 它沒有變成一個 你可以問問題 是甚麼 它沒有跟基統一樣 就是the first person OK 好 那法另外一個很大的特色 是有我叫做physiographic or iconographic language 就是說裡面這個語言 非常非常多 是要描述這些神明是怎樣 常常跟這個 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的關係 就是說這些咒語 或者其他科語 或者在比如說道法會員 很多這些村牆的說明 都描述這些神明是怎樣 其實這是法非常非常突出的特色 像我會看的例子 然後呢 有很多有暴力的語言 是跟那個五的比喻也有關係的 這個語言常常 其實有一套詞彙 是會常出現一些固定的說法 從這些宋朝 宋元明到藏裡面的法 到我們現在的小法 有一套固定有暴力的說法 所以這些也很重要 另外一個我們常常有這些東西 就是說那種 就是說那種 那個樑角 所以對一下 OK 然後對一下 然後就是非常常見的 怎麼安排那個科語的詞訊 OK 然後最後 然後我覺得法有比較多 這些我不知道中文怎麼說 speech acts 那是語言作為 就是你說一個命令 然後因為你所說的那個轉變 還是那個情況 就實現 還是就呈現 有命令的力量 就是一種語言 我覺得法有比較多 然後我們可以看問為什麼 OK 所以這是很快 這是一些較大的特色 OK 然後我們可以看 這是 張法主公的咒語 代表很多這些特色 第一 這是 我說 這些身體描述的語言 OK 描述它是怎樣 然後 這個樣子 這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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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頭 散法 這個 等一下我們會多討論 我們這個特別重要 然後 然後 鐵道 回論 回盤 什麼什麼 OK 這個也有 OK 折去 折去 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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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 然後 也有這個 first person 聯邦 信主 雖然 任務 都能 做幾天 OK 所以你看 有 在這個科語裡面 這個是 神 這個 其實 這是神 我的意思 念這個咒語的時候 法官 法師 就代表他 用法主公的身份來講 這句話 然後是說什麼 是 協助 附身 的 過程 所以這個咒語 就代表很多 這些法的特色 然後 真的有去寫 所有這些 重要的因素 OK 然後 就是更多 例子 就是 台南小法裡面 一些 有這些 身體描述性的 語言 非常非常多 非常非常普遍 然後 不只是小法 我們可以看 宋元明 這些 道章裡面的法 有幾乎 一模一樣的說法 可是 就是 這個 明清 現代的法 就把 這個 這個 語言上的技術 就發展 為一個 就更明顯的 特色 然後 這就是 更多 一樣 有 身體描述 道立 跟 就是 敵義爾床 身份 OK 好 然後 這是 另外一個 就是 你們有沒有看 那個什麼 有 有這些 刻意本 有出版 所以 你可以 就 任選 什麼法的東西 你就可以找到 像 修徑金利 什麼 什麼 三 都 六名 所以你看 很密宗的 象徵 都有 就是這種 心聽 其他 都 都是 然後 這是一樣的那一本 有這個 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那 這個 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我會多講 為什麼是這樣子 我覺得 現在 一般的法師 明天就是 法師 紅頭法師 他們沒有在做 他們沒有在做 什麼 跟道士一樣 這個存牆 還是念 變身咒 我覺得沒有 可是 他們還有 概念 那個 中尊 還是 代表 祖師 還是他們 他們 如果 你問 他們就有那個概念 他們是怎麼 實現這種概念 我覺得最基本的 就是一種 resemblance 還是 相像 他們 跟祖師 是 很 類似 然後 他們這麼做到 是用這些 身體的姿勢 跟身體的 技術 然後 我們 會多 討論 這個 重點 你看 這些 祖師 他們都 長得跟法師一樣 所以 法師 就是 像 他的祖師 在做法的時候 一個原因 他有 這個 身分 轉變 來 加強 他的法律 這個線上 很大約的原因 就是 相像 還是相似 這個 語句 的 技術 這樣 OK 那 那 好 我們先 多看 斯波爾 這篇文章 因為這個 真的幫我們 多了解 OK 所以 剛才 我們 已經講到 斯波爾 幫我們 很多 就 介紹一個 有 語言水上的 一個 做法 來多了解 這些 不同 層面 這麼 怎麼 底力 這麼 不同 然後 這麼 可以有 關係 因為以前 人 會講 Folk Religion 還是 有 那個 Great Tradition 跟 Little Tradition 如果你看過 那個 Robert Redfield 可是其實 Folk Religion 跟 Great Little Tradition 跟華人宗教 也 也 不太 對 這個 我們可以多討論 這是另外一個 概念 可以 了解 就是 地方 的 宗教 跟一個 比較有全國性的 現象 他們 是不是 回事 然後有什麼樣的關係 他就介紹出 這個 比喻 因為 我們看這個 唯一的 比喻 因為 OK 所以說 classical 文言 然後是比較 Vernacular 很好的比喻 然後 這是他的 那個 那個 那個圖 那個表 OK OK 是文言文 好了 然後 他說 這是 然後 他是看 台灣 台南的東西 那 這個 並不是 什麼 文學 還是 什麼 什麼 高級的 文言文 但是 這是白話文嗎 我 我懷疑 那 我們可以說 這是白話文 在哪裡 OK OK 因為 女男女 有兩個 發音的系統 OK 因為 有一個 文靠音 還有一個 北韋音 OK 所以法師 小法 念法的時候 會混在一起 然後 有一些法譚 他們的 習慣是 用比較多 那個 那個 文靠音 我也是 那 那個 北韋 可是 都是 混在一起 OK 可是如果我們 真的要看 什麼是 什麼是 那個 白話 施博爾 哪裡 迷路 是因為 他以為 這些 小法 咒語 跟這個 瓜茄 他以為 因為他 其實 他最早 出版的 什麼東西 就是 瓜茄 什麼目錄 1965年 什麼 然後 這些瓜茄 很了不起 你應該多看 這個 多研究 一個原因是 因為 真的 是 非常白話 然後 如果 人要了解 那個 那個 台灣 威脅 那下來 我畢竟 這個 瓜茄 來這裡 因為 我像 這個 你可 你 可是 這個 真的是 白話 我們有很多 這種東西 什麼 什麼 好像 什麼 九 五 九 五 什麼 意思是 這些 文法上 的 詞彙 這是 白話文的特色 跟文言 我們要講得很清楚 白話文跟文言文的哪裡不同 我們有很多 這些 放在 動詞 後面 我們說 那個 那個 好像 這裡沒有 反正 欸 就是 有比較多 這些 文法上的 詞 然後 也有比較 可口的 詞位 這個 真的非常的 白話 可是 我覺得 我有看過 看得很仔細 我覺得很少 不是說 完全沒有 可是 台南 台南 小法 粥語 幾乎都沒有跟 這個 龍 我覺得 是 健養 健養的可以 如果 你看過 雲 小說 白話小說 你就不會 知道 然後 我們有很多 我們有這個 德 跟它的 結局 這個才是白話 所以 真的 這個法 真的有白話的 顆粒 可是 我覺得 如果你要說 台南是白話 欸 我懷疑 我覺得 沒那麼 你可以說是 往白話的方向 然後 有白話的一些 發音 然後有白話 比較接近 生活的 一種 風格 還是什麼 可是 在文法來講 在文體 我覺得 沒有 然後 我們並不要把這種 文 跟這個 混在一起 那個 太模糊了 是不一樣 而且 跟這個也不一樣 所以 好 我真的是 所以 我的意思是 它的說法 這個 文言文 跟白話文 是一個非常好的比喻 可是 我們不能 推太遠 因為 因為 這個 這句就沒有直指 那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台南 這些咒語 比較保留 宋元明 這些法 裡面 已經開始 那個咒語 的 版本 一個 template 如果我們看 那個明 幾乎都是 明朝 的 這個法 在 道章裡面 跟那個 序道上 有很多很多 跟台南 這些 彭埔小法 就非常的相近 所以 意思是 這個 宋元明朝 已經有 類似 這一種 這一種 文體 還是什麼 可是這個 真的白話 我們要到明清才 還有 所以我覺得 我們有 歷史層面的差別 所以我覺得 最好 不要把 不同的東西 混在一起 不然 我們看不出來 哪裡 真的有 因為 真的 真的有白話 我們可以看看 OK 這個 還是繼續 施博的 那個 表 所以他說 課一本 道士的 會念 他的意思是 他們 一定要 把 課一本 放在 下面 一定要有 可是 其實 他們幾乎都 背起來了 然後 他說 法師 都是 背起來 可是 其實 有 非常多 法談 他們都會把 那個 鏡頭 也會 直接 看 直接 念 我覺得 這是一個 趨勢 然後 我覺得 這個趨勢應該是 70年代開始 可是 這些東西 不是 口 傳 然後 忘記 然後人才 寫下來 這些東西 一定是 有文本 傳下來的 意 定 那 不是說 有時候可能 是通過 我不知道 一代 然後有很多錯字 有很多 寫音字 什麼 非常的多 所以 可是 這些文 這些咒語 一定是 代表 一個 文字 的傳統 不是 口傳的 不是說沒有口傳的一些方面 可是我們要 我們要了解 是 是 以一種文 來傳的 為主 是 這次 一佛講到 那個 meditation 跟trance的差別 所以我們看 這個 我們說 師傅兒在說 他在比較 道教跟 這個地方 民間宗教 不只是 這個法而已 所以這是 再一個原因 我們可以看出 這個法跟 民間宗教 就是 合併在一起 還是 可能那個法 本來就是 由 由 由 下而上的 現象 從民間宗教 發生出來的 OK 這是一些 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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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在 在 師博的那個表 OK 這邊是 法 這是 刀 刀 我沒有圖 我的圖 道教的儀式 一定就是 以那個 朝廷 那個 那個 那個叫做 朝 朝皇帝 一定 就是很明顯 然後我在那個 法呢 這個法是 以那個 地方 衙門 的儀式 來發展出來 每次 開壇 第一個動作 是 啪 一拍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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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從 地方 衙門 的做法 而且 如果 是 這樣子 到 是 做 成 然後 神明 是 向 皇帝 可是 如果法官 如果法官 是 像 這個 亞門 的做法 法官 就是 那個 亞門裡面最高的 一個 有權位的人物 所以 這個 也代表 這個 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的一個項目 就是說 那個 法官 就是代表 神的意思 然後 道教 有 這麼多 神明 就是 官僚 好像 六文語官 都在 僑庭裡面 可是 那個 小法 像 一個 廟宇裡面 的 神 然後 道教 道士的 儀式 儀式的目標跟 技術最重要的是 溝通 communication 然後 什麼樣的溝通 是從 人的社區 向天上溝通 可是 我這個 法 最主要 儀式的 目標跟技術是 實現 轉變 然後 什麼樣的 就是 給人 東西 空間 跟 神明 實現 轉變 這個 也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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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變 一定有 可是為什麼呢 其實 大部分 比如說 那個 Git Guide 一定是 要做 空間上的轉變 可是為什麼呢 是 為了 跟 這些 天上溝通 OK 可是 法 這個轉變 是 主要的 目的 我覺得 然後 這個 溝通 道教是 從 人到 神 是 想去的方向 可是 在 法 跟 民間宗教 的一個 溝通 大部分是 從 神到 人的方向 溝通的方向 是不一樣的 然後 我也會說 道教 經典道教 最主要的 象徵是 文 人 這個在法 最主要的 象徵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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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該 重量的 象徵 這是更多的 逆詞 在法徽園 店 這個很厲害 《道 regulator》 六國防 天使法 黃營 師傅 更多 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的例子,有非常多,你可以搜尋更多更多。 所以我的意思是,無論是道教化的還是民間的,我們都看到一些復習的特色。 OK,道歷的語言,我們有很多,這是上海藝術,可是其實道歷術,很多書都有。 然後這個很經典,翻我的法界,稱讚,如無為成。 這些固定的說法是常常出現的,化色定,稱讚,如無為成,常常出現。 然後這個也有那個身體描述。 OK,也就是兩曲,都有這個,分射化色定,很多是一種非常非常的暴力。 教科裡面也有一點點這個,可是都在最前面。 我們等一下可以討論,在教科這些最厲害法的東西都排在最前面。 因為這是一個,我說法,從道教的腳步來看,是一種,我英文說一個exorcistic vanguard,去驅邪。 vanguard,我不知道怎麼說,這是有軍隊,然後是最前面。 最前面的那一隊叫做vanguard。 所以我覺得法,就是最前面要處理最不乾淨的東西。 然後要處理最不乾淨的,然後要處理最不乾淨的,然後要處理最不乾淨的東西。 OK,所以這是,這是那個,當我叫的,這個恰恰的配備。 OK,所以這個很,可以代表這個情況。 OK,所以從這邊開始三清,然後就是,然後有紅,所有這些,到最前面的聲明。 OK,然後有很多青春,還有更多的,然後開始有這些光鳥的東西。 OK,然後繼續繼續,跟更多這些光鳥,然後這個伺服,對不對? 所以其實那個倒壇,那個前面的恰形,都是一樣的。 有的是比較有空間跟視覺上,有的是可以理念的測試,可是它們是相同的。 然後突然,就有一個很大的改變,從這裡的維基區前面,就是那個法做的。 然後從這裡開始有這些,然後松橋才有這些法的聲明,跟元帥。 OK,然後繼續繼續繼續。 那麼,小法也有很多這些象徵跟內容,然後小法從這裡開始。 因為是同一個文化系統,它是一個系統,不是分開有飄然的什麼東西,不是是同一個系統。 然後最前面大部分小法要從這裡開始。 然後請這些三階使者,那個工廠,工廠,從這裡開始。 然後你看,道教有這麼多,可是從這裡才有地方存在,在最後,最低。 然後其實這個很有趣。 張州,然後好像有寶創大帝,然後四點神明,然後家裡的神明,然後可以自己提供。 這樣子。 OK,所以,對,如果我們一起看,是從三清跟道坛前面,是高城開始。 然後其他人的洞,有一個人有寶創大帝,所以有寶創大帝。 所以,我當然有寶創大帝,所以我會看,是有寶創大帝,那是摸那。 因為小法是寶創大帝,就是寶創大帝。 那是寶創大帝。 所以,你會看,是真的有寶創大帝。 然後是天寶創大帝。 然後我們要了解這些法師怎麼樣 這是Net Davis 我覺得他說這個事很重要 他說我可以法師 我們要了解這個道士跟基統 我不知道怎麼翻譯polarize 可是他們是有對質的一個關係 然後這個法在裡面 這些法師是怎樣 你要看他們是比較像道士 比較像基統 因為其實都有 所以我們可以看有的這個比較像基統 這是法師 這裡也是法師 比較接近基統 可是有的是比較接近道士 當然我們知道那個合一堂是往比較道士的方向 可是其實他們的組織是快一百年前 他們已經穿這樣的道士的鞋子跟這個 還有一點法樣子的道袍 意思是這個不是最近才有的一個現象 就是本來法師 根據自己的道章明明 所以畫廣告師們也比較像道士 這樣子 這些宗教的東西 OK 這法的歷史 我們時間不夠長 把所有這個內容都講開 可是我一直也要講到 OK 這這些東西法是哪來的 不是重點 OK 第一是空戴正義的驅邪 然後如果有時間我們可以多討論 非常重要 然後正義道教 就把這些地方的鬼神 征服歸低級學校的生命 然後就是很早就開始 然後等一下我可以給你看 如果有時間有一些歷史是怎麼開始的 OK 然後我們有密宗 然後密宗是大很多東西 尤其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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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turgical identification 更多其實可以控制這些鬼神 OK 這些五 我希望有時間可以多討論五 大力士西班牙語 真的是一個非常需要 比較清楚的一個關鍵詞 可是很多這個法 也是一個由下而上的現象 很多東西其實來自於五的技術 因為具體歷史上的一些因素 可是一個原因 我們有這些互相的印象 因為具體歷史上的一些因素 這個我們沒有時間回到 這個最早道教的動詞 雖然是最重要的 OK 這個我用 現在 反正 這些五神 有越來越多 在唐 在那個 中間到唐時候 道教已經 有越來越多 這些地方神明 就變成了這些 五神 這是Paul Anderson寫的 他說 為什麼 開始有一個教 在家的後面 他說 這是因為 第一次那個 渡光庭 然後 這一發展特殊的原因 因此 來自於當時 正在充現 曲血傳統 眾多 五神的 地增重要性 這些 神 就是五神 就在整個儀式開始 最開始 先舉行 全新設計的儀式 就是叫做發表裡面 招起彈場的求者 所以這個教的發展 跟這個發表 都跟這個已經從 漢末六朝到唐朝 一直在慢慢發展的一個趨勢 為他的背景 所以這是一個重要的方面 然後我們有密宗 密宗最大的特色 最重要的也是 變成為一孫神明 這種概念 然後其實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經文 應該是有直接的關係 這麼從這個 這個 歐威舍 到 後來的那個 考照法 跟類似是 操作附身的關係 好 那如果 這個 我覺得 也 如果只能 講 最後一個重點 這個 也是 Paul Eamson 說的 天性正法 這個意思 我們可以多講 看來可能性很高 附身的現象 跟 被 就是 附身中 基同寫的 福 都對天性正法 福法核心的創造 就有具體的貢獻 就有具體的貢獻 譬如說 這個 附身跟道士 跟 基同的 互相影響 就直接 刺激到這個 天性正法的發展 然後 他說 天性正法 起源 這個 情況 他要說的是 道教的一場更新 可是 不只是從道教裡面 而是從 民間 烏 跟 最靈媒的 做法 與正義道士 所傳 這些 古代儀式 和 融合 發展出來的 一個 一場 所以 上次 我們 我們 在這裡聽 烏 跟 道士 有人說 好像 人覺得 烏 那個道士 沒有 七十 這麼烏的東西 反正有相反的看法 他說 那個宋教 整個法 就代表 道教的一個 復興 然後最重要的 因素 來自於 無 的 一些因素 其實 這個 如果有時間 可以多講 因為 我覺得 跟 如果我們去看 比如說 電影商 真是 他們沒有很清楚的 一個 概念 可是 在這個地方 他說 那個 窩 這個窩的痕跡 是很明顯的 所以 過一夜 他說 那個 融合在一起 無 什麼 什麼 說 他說 我 常在裡面 很磨 很 很 很明顯 但是很 很 我 恐怕 對於 業民生文教授 來講 是 可是 證據 給我們 比較清楚 確的 一個 題目 如果我們看 白紙 余山 那 好 都是 意的無法 他三種 驚訝嗎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 然後 這個也是 健陽的 一個 我覺得 25 任水夫人 了 要 就是 償 償 然後另外一個再一個建議的課藝本 課藝本裡面的這些法式說湯汁屋 然後這個可能也有看過這些 然後我去到屋室教來旅行 我希望有更多時間看我從這些地方拿出來的資料 因為我的結論是主機桶跟法師 然後有的時候有另外一種 我覺得是一種類似沙門的東西 可是我並不認為機桶是沙門 我覺得我們要分開,不要亂一起 然後這個屋的圖像水對法力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貢獻 所以就變成這些法神最主要的特色 就是他們的樣子 好,因為時間到了,我就在這裡結束 然後希望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一起來多討論 謝謝 講得非常精采喔 可能輔答要再來一場 因為還可以講完 對,那我們還是休息一個五分鐘好不好 等一下回來討論 謝謝 謝謝 谢谢观看